说到新疆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广阔草原的游牧风光 是大漠西域的异国奇调 还是西方国家报道中的种族灭绝 而维稳政策下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成了西方媒体口中的再教育营 豆瓣评分已经来到8.9分的录据 我的阿勒泰是否让西方媒体破防了呢 实际走一趟大陆西北边陲之地 在阿勒泰的荒野小屋 守护着一名哈萨克族齐劳的毕生职业 我叫斯兰别克萨赫是今年70岁 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市 我一直在从事这个古老毛皮滑雪板制作的这个工作 我是第三代这个古老毛皮滑雪板的制作人 从2010年开始正式取得飞翼传承的这个称号 在向咱们国内外的各种游客 或者一些滑雪爱好者 在为他们提供这个古老毛皮滑雪板的这个制作 当地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力度也非常的好 车货也在一天一天再变好 年过七旬的斯兰别克沙河时 不会说汉语 是第三代古老马皮滑雪板制作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现场为我们示范最传统的打猎方式 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滑雪板非常的特别 因为在街面它用到的是松木 那松木怎么样做一个弯曲呢 它是会用热水泡了之后把它定型 最特别的就要看到街面的马毛了 马毛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顺下用之后它特别好滑雪 但是逆着来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阻力有没有 这个阻力就是有助于他们不管是要坐刹车 或者是往上爬坡都可以 所以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是更加实用的 那这一面呢 它这个有细绳子 绳子的部分呢 其实是用到的牛皮 那这个牛皮呢 它必须要经过敲打之后呢 进步的再把它揉搓之后 才能够有足够的软软度 可以绑在鞋子上面 鞋上揉搓 不用这个滑雪板把它提起来 直接往前滑就行了 一米多后两米后 这个马肥就是也有将就 因为这个马肚腿上的皮质 毛毛是比较硬 而且长得一个方向长得 8月份到11月份的毛皮最好 它这个毛的长度呀 营度呀特别好 到30月份 15月份的时候 它这个毛会钓毛嘛 动物都钓毛嘛 那就用不了了 它是斯兰别克沙赫什的儿子 胡安什别克斯兰别克 为游客细心展示介绍 如何能够运用这细腻充满人情的滑雪板 享受来自大自然的驰骋快翼 地处纬度约45度黄金雪线 拥有雪都美名 阿勒泰在蒙语中是金山的意思 这里不仅成为滑雪爱好者的冰雪胜地 更是人类的滑雪起源地 我们看到呢这里的岩画 它其实是一到三万年前 它记录了人类滑雪史上最早的起源 就在这边 这是非常形象的可以看得出来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发现很多呢 算是比较远古时候的一些动物 这没有蚊子它用这绘画的形式把它 整个世界就记录下来 当时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你看 它滑雪 当时的狩猎的动物这些驱赶这些动物啊 对有马你看马马族嘛野猪 野猪还有 那是用什么颜色 我们这个山上有铁矿石头 铁矿石不是铁锈里会发红色吗 它那个铁锈对上那些年和剂 它就能挂上 很多的物到现在已经没有了 而且另一边呢还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有这个祭祀的习惯 那据传呢 这个是萨满的一种祭祀行为 那从这边呢 它可以看到要做好这些的保护 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刚刚讲到呢 到底要如何做好保护 你可以看到它外面围了这个铁栏杆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监视器20小时时时地拍着 就是要确保它的安全 那你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不给它搭一个屋子啦 或者说呢 在壁画上面用个什么样的涂料去保护它 他们呢研究之后呢 就发现说啊 如果去做过多的人为的行为 看似是在保护它 但可能呢反而会加速它的损坏 反而是呢 透过这个大自然非常 它原始的包含气温 包含湿度呢 才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不难想象这一处 香敦布拉德洞穴中的彩绘研画 所描绘生动场景的真实样貌 茫茫雪地之中 古人追赶动物 飙速狩猎 文化保存 本就非意识 遑论传承 能够被理解并珍视 更显珍贵 结尾们总烦到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录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